当某天早晨从床上醒来以后 你突然发现 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了你一个人 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这样的场景通常出现在电影和小说的里面 要是现实中有人说自己是穿越而来 估计都会被大家当成神经病 但凡事都有例外 在2021年上半年就发生过一起这样的事件 一位西班牙男子声称 自己穿越到了2027年 而在那里他没有看见人类的存在 为了证实自己穿越的事实 他还专门拍摄了视频传到网上 虽然刚开始没有人会相信 但当他的视频铁证上传到了各大网络平台后 便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头皮发麻 这也是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穿越事件 不仅颠覆了所有人对穿越这件事的认知 还惊动了当地的媒体和政府 事情的起因就要从今年2月中旬说起了 一个叫做哈维尔的西班牙网友 在TikTok平台上发布了一条短视频 哈维尔在视频里表示 某天他发现自己从医院中醒来 但时间却处于2027年的某一天 而且他现在处于一个失忆了的状态 他的四周空无一人 走出医院后的他来到大街上 也是一片死寂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哈维尔却可以登陆2021年的社交媒体账号 并且还能和2021年的人类进行沟通 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消息 都会觉得他是来搞笑的 都说这个视频一定是在疫情期间拍摄的 或者是在早上人们都还没起床的时候 只不过让人一想不到的是 随后他持续发布的多条空城视频 瞬间让网友们感到阵阵毛骨悚然 因为按理来说 他所在的城市 位于西班牙的第三大城市 瓦伦西亚 这里的常住居民达到了百万 就算是疫情期间 在街道上也能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群 这是由网友开始提议 调侃他要拍就拍一些自己指定地点 比如说机场 随即哈维尔便如约而至地来到了机场 但不可思议的是 机场竟然也是空无一人 而且整个视频里 除了他以外 没有看到任何的活物 假如机场没有旅客的话 阿琪还能理解 但连个值班的保安人员都没有 那事情就有点太反常了 随后网友们又让他来到了商场 沙滩 足球场等指定的地方 哈维尔不仅照做了 还将视频记录了下来 让网友们震惊的事情来了 无一例外 这些地方全都是空无人烟 所有人在一瞬间 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为了寻找答案 他再次回到了自己醒来的那个医院 哈维尔在医院中 找到了一些有关他的报告 报告中表示 哈维尔事实上是一个实验品 他曾经参与了 瓦伦西亚大学的一项 有关人体基因的实验 在实验中 哈维尔成功穿越到了2027年 但是这个实验却有着副作用 那就是哈维尔可能会在 一到二年的时间里 都会看不到 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 也就是说 他身处一个和现实平行的世界 为了解释自己的视频 不是拍摄于早上 哈维尔还专门在某天下午 来到一处广场上 找了一个电子钟 而上面显示的时间 是17点46分 原本在下班高峰期的时间段 却空无一人 不禁地让网友们倒吸一口凉气 这时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人生 认为哈维尔的事件 是真实发生的 但还是有网友们 不相信他说的是事实 便让他继续前往瓦伦西亚的著名景点 马尔克斯宫 还声称 要是去的话 就给哈维尔50万美元 因为马尔克斯宫 在正常的情况下 会有非常多的游客 但在哈维尔的视频里 却是同样的空无一人 不仅没有游客 甚至连工作人员也看不到 之后他还去了一家足球俱乐部 还顺便拿走了 休息室中的一件球衣 随后哈维尔跟着网友们的指示 又来到了动物园 推开动物园的大门 里面同样没有工作人员 甚至也没有动物 整个动物园空荡荡的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之后的几天 他又接连去了附近的其他地方等等 似乎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公共场所 他都拍摄了一遍 尽管他的视频看起来非常逼真 但有些人还是质疑哈维尔 是否真的被困在2027年 因此 他还答应了网友们不合理的请求 去警察局 然而他的视频 再次让网友们大跌眼镜 因为空荡荡的警局 一个人都没有 即使是恶作剧 似乎也不太可能拿警察局开玩笑 而且为了证明自己 哈维尔居然还大摇大摆地开走了警车 甚至更离谱的是 他还顺便来到苹果手机店 拿走了一台未开封的苹果手机 与此同时 西班牙的一家电视媒体 也喊话哈维尔 要他通过找到 他们放在电视台办公室的 超人漫画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哈维尔又赢了 而且电视台监控器 还记录下了他来取走漫画的一个过程 图中竟然有一个虚幻的人影浮现出来 顿时吓坏了吃瓜的网友们 这时的网友们 开始从一种看戏的姿势 转变成了半信半疑的态度 难道哈维尔真的穿越到了2027年 更可怕的是 难道他真的身处在 和我们不同的平行宇宙吗 为了证明自己身处平行宇宙的存在 哈维尔还将几个钥匙串 放在不同的位置 并且公布了地点和坐标 想借此实验 让现实中的网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找到钥匙串的网友也纷纷表示 开始怀疑人生 难道他真的是穿越者吗 要说是 阿奇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可如果不是 哈维尔又是从哪里 找到这么多的空无一人的视频呢 对此 一些理智的网友们 对哈维尔提出了几点疑问 首先就是最主要的视频 顽固自媒体的人肯定都知道 哈维尔的视频非常的稳 没有任何的晃动 这一看就知道是用了稳定器拍摄的 这种手法都是正经的 自媒体创作者才会使用的 那既然是个做自媒体的 团队里面肯定也不学剪辑高手 处理一下街道上的人员 肯定也是不在话下 还有个疑惑就是评论区 经常有人要求哈维尔去哪些地方 他为了证明自己也照做了 可是每当有人 让他打砸毁坏财物的时候 哈维尔却并不理睬 这事人们就会疑惑了 既然你自己生存在了一个世界里 全世界的东西也都属于你自己了 即使你不去破坏它们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它们也会自己坏掉 为了证明你的真实性 就不能给我们表演一次吗 还有人认为 他能做到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无非就是进哪家商店 拿人家一件衣服 或者进哪家快餐店 吃人家一顿饭而已 一些网友甚至放出话 让他去把银行炸了 如果哈维尔可以实现的话 就相信他是穿越了 虽然要求有点无理 但话操理不操呀 当然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疑点 更离谱的就是 哈维尔出镜的手 有些细心的网友们发现 很多镜头中 哈维尔的手都不一样 有时候的光滑白嫩 但有的时候却长满了寒毛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一些镜头是不是让别人帮拍的 这样就可以完美解释 哈维尔为什么能够随意进出各个场所 接下来就是最值得怀疑的地方 在他的某个视频里 甚至出现了穿帮的镜头 可以明显地看到无人机在天上飞 这又做何解释呢 事件的真相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像类似的事情 却是隔几年就发生一次 一些聪明的网友联想到了 最早的尼斯湖水怪 当时就被传得沸沸扬扬 但现在却被人们证实 是当地人为了吸引游客 杜撰出来的故事而已 那哈维尔的故事 会不会同样是如此呢 直到6月1日 西班牙的媒体才进行公布 原来穿越者哈维尔 其实是Beat Film的一个拍摄项目 尝试还原平行时空这个创意 然后在海外平台进行投放 原来哈维尔事件的本质 和尼斯湖水怪是一样的 整个过程也是靠一帮托完成的 哈维尔在拍摄视频时 在相关机构的帮助下 清空了人群 然后呈现出空无一人的效果 哈维尔上传视频后 前期也是靠托引流的 这些托混迹在广大网友中间 有的找茬 有的帮枪 有的假装路过 形成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 然后等百万网友围观后 他们再撤退 包括事件中捡到钥匙扣的路人 制作专题节目的电视台 无一例外都是托 对此一些网友表示 还有一些人则吐槽到 说自己也曾穿越过 比如他早上六点就醒了 然后闭上眼睛 两秒钟后再睁开眼就发现 已经中午十二点了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阿奇表示 自己也这样穿越过 更搞笑的是 网上在之前还出现一堆 所谓的学者 对于哈维尔平行时空这件事 提出各种假说和理论知识 企图证明哈维尔这件事是真的 殊不知打脸竟然来得这么快 假如大家哪一天真的穿越了 变成自己孤身艺人 出现在熟悉的城市里 你会做出什么有趣的事